今天要講的主題是colourization 就是要把一個黑白的東西把它塗上顏色 那當然你可以一個像素一個像素 用人工去把它塗上去 那我們現在要看的是說 用一些方法可以讓它 可以讓這件事情比較簡單一點 對人來說簡單一點 所以今天看的主要是以這篇論文為的內容為主 那因為它是一個它算是做這個題目裡面最有代表性的論文 然後它提出來的方法是 就是很簡單但是呢 又是基於這些我們學過的一些線性代數 然後效果又很好 所以是一個好的方法的一種代表 就是說你有一個很明確的數學的形式 然後又可以達到效果 然後它在計算上面又是很簡單可以實現的 那我們今天會有很多數學 就複習線性代數的部分 那假設如果你對線性代數已經有點忘記的話 剛好利用這個機會複習一下 那你也可以看到 從今天的例子可以看到說你學這些線性代數還是有用的 那其實如果你要做電腦視覺或是做machine learning 或是做影像處理的話 你都應該要懂多一點線性代數 那一方面是讓我們可以看得懂論文 然後更好的是說你可以 當你在想一些方法的時候呢 你可以把它應用上去 那我們今天可能時間不見得夠把整個細節推導完 因為你如果去看它的論文的話 你發現它論文其實蠻簡短的 就是試驗然後幾個數學式子 那但是這幾個數學式子後面呢 你要把它的整個方法推導出來的話 其實就是要照著我們今天講的內容 一步一步去推導 才會得到最後的這個結果 那論文裡面呈現的只是說 它直接跳到最後一步讓你去看說 最後是這樣子做的 那我們希望能夠把整個思路的流程把它走過一遍 那當你以後在自己想方法的時候呢 可以去想想看它這邊 它這個方法是怎麼被開發出來的 然後試著看看有沒有你會的東西可以套上去 然後去開發出新的方法 那可能在進入這個正題之前先輕鬆一下好了 因為我在討論區上面放了這個照片對不對 那大家覺得是什麼顏色 這個應景的話題 這是什麼 什麼兩種顏色 應該就是兩種顏色夾雜在一起的一件洋裝 那可能每一個人自己剛開始看的時候 應該都覺得沒什麼特別的 那對我來說我是沒有辦法看到 把這兩件衣服看成一樣 但是我知道是有人可以 應該至少我太太可以 她覺得這兩件顏色根本就一樣 那這個差別到底是在哪裡 到底我們眼睛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就我看起來這兩件顏色 很難把聯想成一樣的東西 那但是有些人他就可以覺得左右兩件 就是基本上是同樣的衣服 一樣的顏色 那在同學覺得這兩件 右邊那一件顏色跟左邊一樣的 舉手一下好不好 有人看得到藍黑的嗎 都沒有嗎 你看得到是藍黑是不是 然後其他都是看到白金是不是 金跟白金跟白的舉手一下 大部分都是金跟白 那有些沒舉手 藍黑呢 藍黑只有也蠻多的 所以這一件是這邊是黑的 這邊是藍的 是這樣嘛對不對 就是那個蕾絲是黑的 然後那個底部是那個藍色的 那當然有很多方式去解釋說 為什麼會這樣子 可是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來 其實我們的視覺還是有一定的差異的 那看成藍黑的 可以看出藍黑的人他會覺得說 那其實就是一件藍黑的洋裝 然後光很強 把它把藍色的部分強到變成有點偏白這樣子 但是藍偏白 但是對我來說我看不出這種一致性的 會覺得說那是一個白的東西 然後打上那種藍藍的光 像這種日光燈偏藍的光 然後使得他有點偏藍 然後我的大腦沒有辦法去解讀成另外一種形式 他就是已經鎖死在這樣的解讀方式 然後我在課程網頁上面有放一個連結 就解釋這種背景的光跟 背景的光對你的視覺的影響 然後我相信這應該是在人類演化過程中就 會變成這種結果 因為我們希望 必須要能夠在昏暗的這種月光下 還是可以找到正確的可以吃的東西 你不會誤會他的顏色 然後吃錯東西 就被毒死這樣 然後或是餓死 所以這種在不受環境光影響 而可以看到東西原來的顏色的能力 是很重要的 那還好現在我們只要區別洋裝就好了 不用沒有這個致命的危險 看不出來也沒關係 那回到這個主題 所以或許等到我們出作業的時候 你也可以把那個洋裝重新上色一下 上成你喜歡的顏色 那這篇論文的話 它要做的應用就是這樣子 就是你原本有一張圖 然後它有原來的顏色 那你希望把它某些地方重新上色 那最簡單的形式就是 你把整張圖變成灰階的 把顏色統統拿掉 然後在每個地方 全部塗上你喜歡的顏色 那你也可以是只塗局部 就是某些地方保持原來的顏色 某些地方換成你要的顏色 那以這邊來說 就是我先把它變成灰階之後 然後重新上色 那當然上色的時候 你不會希望每個像素都去指定說 它該變成什麼顏色 所以在這篇文章裡面的用法是 或是後續也很多方法是這樣子 就是讓使用者去畫一些線條 這些線條就提示說 在那個區域附近呢 希望用什麼顏色 然後這些線條的顏色必須要能夠擴散出去 到整張畫面裡面 整張圖畫裡面 那那些沒有塗到線條的這些地方 到底該用什麼顏色 就是要靠你的方法去限定它 那我們這邊看到的就是它用一些線線代數的方式去 算出來說這些沒有塗色的地方呢 最後應該要變什麼色是比較好的 比較不會出現那種視覺上的瑕疵 因為你如果在邊緣交界的地方 那個顏色跨越的話那可能就不太對 那怎麼樣讓它顏色停在該停的地方 就哪些區域是塗成類似的顏色 然後還有就是當它有陰影變化的時候 有形狀或是陰影造成的這種明暗變化的時候 你必須要能夠讓它的顏色也能夠反映出那樣的明暗變化 否則你會變成塗成平平的就像卡通 像這種卡通的那種色塊那就很不自然 所以怎麼樣讓它跟著亮度變化去調整顏色 這也是一個重點 那這個方法呢 我們今天要講這個方法 它的優點是這樣子 就是它最後是解一個所謂的sparse linear system 就是解一些線性方程式 那這些線性方程式呢 大部分的係數都是0 所以是解一個很係數的一個 最後會變成一個矩陣的形式 像是這樣子 最後你可能可以看成它是要解一個 AX等於B的問題 那這就是我們在線性代數裡面在學的東西 然後A這個矩陣呢裡面很多都是0 它是係數的意思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想要解出什麼 就是假設這個已經給定了 這個也給定了 然後我要把X把它解出來 那這X呢就會對應到 對應到這張 你希望去塗色的這個照片的顏色 所以它顏色是由這樣子的線性系統去決定的 那有一種想法可能是說 如果我有一張圖的話 我會不會把它先切割成一些區塊 然後知道說這一塊區域的顏色要一樣 另外一塊區域顏色要一樣 然後到時候塗色的時候 你就可以以區塊為單位去塗色 那這篇論文的方法是不需要做這件事情 它就是靠那些線條就可以了 所以它那個線條其實隱約的 定義的這個哪一些區域 希望有同樣的顏色 那再來就是它的亮度是 亮度的對比是不會改變的 那這個比較容易達到 因為你只要將一張圖呢 它的亮度不要去動它嘛 然後把顏色的Channel把它塗上去就好了 就通常你可以把原本是RGB的影像呢 轉換到另外一個Color Space之後呢 由某一個Channel呢 變成代表它的亮度變化 另外兩個Channel代表顏色 如果你的Color Space是這樣的性質的話 你只要不要去動那一個代表亮度的Channel 你動另外兩個 那去填上適當的顏色 最後出來的照片它的 對比跟原來是一樣的 轉換成灰階之後會是一樣的 那實際上這個應用的話 就對於一些比較舊的照片 黑白的照片你可以用這個 黑白的照片或電影 你可以用這樣的技巧去把它重新塗色 看起來就會更有趣一點 然後論文裡面的例子是這樣子 那其實它有附 作者有附MateLab程式嘛 就是你下載的話你去跑一下一次 有一個這樣的範例 就是可以把左邊那兩張圖呢 左邊的圖上面的圖畫了線條之後變下面那樣 然後跑完程式之後就跑出右邊的結果 那你去對照原始的照片的話 你會發現它的 跟原始的顏色是可以很逼真的還原回來 假設說你的那些線條是取自於原來的照片的話 那如果你線條那些線條是自己重新挑的顏色的話 那這個整個圖就會換成另外一個顏色 另外一種應用是這樣子 就是你可以把一些一部分的顏色把它固定下來 所以譬如說你不希望臉的顏色跑掉 你不希望背景的顏色換掉 你只要換頭髮而已 那就把那些區域把它遮罩起來 然後只調某一部分顏色 最後還是可以解出來重新上色的結果 那其實這兩個應用用的方法是一樣的 那到時候我們要你們做的作業呢 就會是稍微修改一下它的程式碼 它原本附的程式碼是做這件事情 就是轉成灰階之後 然後塗上線條變成這樣 然後你們修改程式碼之後呢 可以做這件事情 就把某一些區域保留它原來的顏色 然後只在局部去上色 那你只要稍微看一下它的程式碼 就知道說在哪邊要改 就可能多加幾行就可以知道 某些地方是不要動它的 然後某些地方要重新塗色 這部分你們之後在做作業的時候呢 回來看這個投影片就會知道要怎麼做 那在開始看它的數學師之前 我們先要看一下說它是怎麼 怎麼去把顏色這個跟亮度把它區分起來 所以剛好這程式碼的前面那幾行你可以看到 它有一個rgb to ntsc 這個東西 這個比較像比較淺一點 那這個是Malab的提供的函數 你只要傳一張影像進去 然後原本是rgb的表示法的話 它會把它轉成ntsc 那ntsc是什麼樣的colorspace 在論文裡面有提到 它用的是什麼colorspace 有看的話 YUV對不對 YUV 那YUV就是電視使用的 如果你去看網路上Google一下就可以找到 就是電視使用的colorspace 那y代表亮度 就是通常會叫做luminance 那這兩個的話就是跟顏色有關的 就是c h,n a n c,n c,n c 所以如果你把rgb的 原本rgb格是轉成這樣的話呢 最後你得到的出來還是三個channel 三個channel 原本rgb三個channel 對應出來YUV還是三個channel 那這三個channel其中有一個是代表亮度 另外兩個代表顏色 你如果去把它顯示出來的話 你會看到 y那樣圖就是跟一般的灰階照片很正常 有比較明顯的亮暗對比 那這兩張的話呢就會是 有一些很奇怪的顏色 那其實真正的這個rgb to ntsc 它是轉成yiq了 這都是公式稍微不一樣而已 但是意義上是一樣 一樣就是這個是亮度 然後這兩個是顏色 那只是當初這個電視系統 採用的這個轉換方式稍微不一樣而已 就是你去看它的轉換公式其實差異不會太大 那因為剛開始彩色電視發明的時候 還有黑白電視存在 所以它希望播送出去的東西可以 同時讓黑白電視也可以顯示 彩色電視也可以顯示 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你把這個其中的一個channel就是黑白電視 那另外兩個是彩色 所以彩色就看全部 然後黑白就看這一個就好了 那這是它的當初的歷史的 發展的這個一些過程 那所以剛好在這個應用裡面很適合 就是因為我們如果能夠把它轉成這樣的話 我們就是這個東西就當作是我要 塗色的那個底 明暗對比 然後這兩個東西就是我要補上去的東西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你要怎麼定義這個問題 那現在的問題是什麼 假設你是要做重新上色的話 你拿到的輸入的東西是y 然後你要猜出來是u跟v 所以假設我們就寫 所以你的input就是y 然後output u跟v 那這u跟v都是我們現在講的都是整張圖 所以你可以想像整張圖的像素呢 通通收集在一起 變成一個向量好了 那這很長的一個向量 是你的輸入的東西 然後你要輸出的是對應大小 這u跟y還有v跟y是一樣大小 它只是不同的channel而已 然後你要把它們的值猜出來 那完全沒有依據的話 這是不能 或者沒有任何限制的話 這是很難的問題嘛 你怎麼有辦法從一個東西去猜出兩個東西 很容易就是把它直接複製就好了 那再來就是 所以接下來就是你要去加入一些假設一些限制條件 使得你的問題描述可以合理 否則你沒有辦法去把一個東西說 從一個生出兩個 然後又要有意義的 那要是你的話你會怎麼想 會怎麼去想說 y然後要去猜出u 到底u跟y有什麼關係 所以作者是怎麼想的 他是做了一個這樣的假設 投影片上面的假設 他假設說在局部區域內 就是你可以切出一個 比如說5乘5好了 小塊範圍 在影像裡面找一塊5乘5的區域 那在那區域裡面的某一個u ui 這個index i就是整張圖的某一個pixel的index 然後那個pixel他的u的這個值 跟他自己的y的值有某個關係 那這關係就是上面寫的 他說要用一個叫做 要用a ak 加上bk 去湊出這個東西 所以 yi 只要把它乘上某個數值 乘上某個倍數 然後再把它平移一下 就可以移出u的值 那這個假設是 是說你有辦法靠 y的值去調一下 調出u的值 那v的值也可以靠這樣子的方式去調 所以我們現在先把問題簡化一下 就是先不要管v這個channel 反正做法呢 你會做u的話 做法 v這邊做法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先來看這個u就好了 那 假設說他有一個這樣的式子 那這樣子好像還 反而讓你的問題更複雜對不對 對 因為你除了u要猜之外呢 a跟b也要猜 a跟b你也不知道是多少 那 他用的這個假設就是上面那句話寫的 就既然你現在是看一塊範圍內 5乘5的範圍 所以這是5乘5的區域 然後某一個點在這裡 i這裡 那他假設說在這個範圍內呢 所有的這個a跟b的係數都是一樣的 所以 對於這裡面的每一個 i屬於這個omega k 這塊範圍內的所有的點 他是用同一組 比例去放大 然後一起去平移 得到的這樣的對應關係 所以這個是 這邊說的這個locally linear 這種假設 假設說在一個小範圍內呢 是共享 他們這些像素共享這個ak跟bk 那 有這樣的限制才可以 把附近的這些像素都把它綁在一起 不是說各自有各自的變化 那綁在一起的話你才可以 才可以 靠某些人去解除另外一些人 這是我們 可以想像說 這樣做應該會有一些好處 那再來 有這樣的假設之後 再來我們就可以去定 這個適合的cost function 那這裡是常用的 常用的手法 就是說 你 已經知道你要幹嘛了 你要從y去拆除u 那你有沒有辦法去寫出一個數學形式呢 去描述說 什麼樣的u是你偏好的 什麼樣的答案是你喜歡的 是比較符合你的預期 你覺得你這應用出來的 把顏色塗上去的 結果應該是要那樣 那這個這邊就是照著這個式子去寫的 所以 既然你要用 上面這個去近似它的話 所以 你就要去 把ui去減掉這個a akyi 然後減掉 bk 然後 這個差異呢 如果能夠越 越小的話是越好 那差異因為你 你會有正有負 所以我們把平方之後 通常都是用這種方式去看它的誤差是 所以最簡單的做法 那 你希望這個可以越小越好 可是我們剛剛說過就是 u是你 這邊全部能夠知道的只有yi而已 就是那張灰階的圖 然後 ui是不知道的 而且ak bk現在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假設說 我還可以 找到適合的ak跟bk 當我 亂挑一個ui之後 我可以想辦法讓這個ak bk 調整一下 使得這個越小越好 所以 現在就是你可以隨便給一個 ui這個答案 我就猜說 ui應該是這樣子 然後 有了這個答案之後呢 把ak bk調到最好的情況下 這個ui就會得到一個分數 這個分數就是 你選擇的那個ui呢 能夠 符合這個yi的 程度是多少 這樣清楚嗎 就是 定一個這樣子的 cause function呢 你可以想像說 我隨便帶一個ui 我都要給他一個分數 我們現在應該不是分數 一個懲罰好了 一個代價 這代價要越小越好 因為我們現在希望做的事情 是去 讓這個值越小越好 讓整個這個值越小越好 那 剛剛說過就是我們只看 剛剛只看了影像的其中一小塊區塊 可是你整張影像有一大堆區塊 所以你要把外面這裡再把它加起來 這邊漏掉一個 這裡要先加一個 這裡要先 sum在這裡 這樣子 那這邊是i 到底i是哪些東西 i就是所有屬於 OmegaK的 那個5乘5區塊內的像素 都要把它加起來 所以這邊稍微 寫過來一點 Ak Bk 然後就 就i屬於 OmegaK 因為 這些人是共用這個 AkBk 然後 我剛剛說過 就整張影像有很多個K 很多個OmegaK 因為你整張影像的 這些 每一個局部的區域都 都要有一個這樣的式子要去解 所以 最外面呢 你會把它在 sum這個 所有的K 把這一團東西加起來 然後我們希望這個是越小越好 所以當你最後解出來一張圖 然後它的每一個u的channel的 每個像素的值 你都填好之後呢 你 或者你猜了一張一個答案 然後你把它帶進這裡 你就可以算出一個分數 因為 所有的ui 都可以去跟這邊這些東西 剪出來的誤差呢 然後平方通通加在一起 那我們現在的任務就是說 你要把ui 最好的ui 找出來 帶進去這裡面 然後使得這個ju呢 的值越小越好 當你做到這點的時候呢 我們 希望說這個u的這個 長相會是一個很好的 塗色的結果 這樣清楚嗎 所以 這樣定義了你的問題 變成這個形式 那 以剛才的 輸入的這樣的資料呢 還漏了什麼東西 還有左邊 左下角那個還沒 這個因素還沒加進來 你畫的那些線條還沒加進來 那你畫的那些線條其實就是 限定的某一些ui 一定要等於固定的值 所以這個大寫的ui呢 會等於某些小寫的ui 那那些是使用者畫的那些線條 它已經有顏色了 它的u的那個值已經固定了 所以我們希望那些地方呢 的只要跟你所給的一樣 所以就變成是一個 這樣子的最佳化問題 其中有一些限制是在 使用者提供的 到目前為止清楚嗎 先要知道說你要解的是什麼 然後再來就看說怎麼解 怎麼把它推導到一個形式是 你知道有現成的工具 就可以解出來 所以這就是我們目前想要做的 最佳化的問題是像這樣子 那也就是你把原本要 從灰 灰階的這種亮度的圖呢 然後畫上一些線條 然後把它變彩色圖 這樣的問題把它轉換成這個形式 轉換成這樣的數學的形式 通常這個就是你在做 研究的題目的時候的一個 非常關鍵的步驟 原本你只會描述 用文字描述說我想要幹嘛 我有這樣的輸入 我有這樣的輸出 然後我希望說得到的這個圖呢 應該要長什麼樣子是比較好的 但是現在呢 變這種形式之後 你知道說其實你就要把u 把它解出來 使得這個整個j是越小越好 這樣就可以幫助你解決問題 那再來就是一些線性代數 代數的東西 要做一些簡單的替換推導 那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 你先把這個平方 核的形式把它稍微改寫一下 改寫成矩陣的形式 所以從第一個式子變第二式子有沒有問題 只把它寫開來而已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把那個 我們現在就假設5乘5好了 5乘5然後會有25個點 把這5乘5的範圍內的東西呢 你把它排列起來 所以 所以 y y1 y2 現在這index是先暫時 變成局部的 所以我們的1到25 y25 就是這塊區域內的那些像素 然後 然後 這邊 寫常數1 1 1 到這裡 那這括號起來 然後乘上ak跟bk 應該要等於 u 不是等於 要 減掉 減掉這些u 1 u2 一直到u2 這是以5乘5的例子 你可以改寫成這樣 這樣有問題 因為你看每個 這邊成長這裡呢 就會是ak 加b ak y e加上bk 然後第二個rall呢 就是aky2加上bk 那每一個這個rall 都要去減掉對應的 u1 u2這樣子 這樣是不是相當於 應該是你把這個 這邊的所有的這個 核呢 把它寫開來之後 的長相是這樣 這樣有沒有問題 那 其實還差什麼 還差一點點 因為應該是 這裡還要再 再算它的2norm 然後平方 這樣才會是跟這個平方核完全一樣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個減出來的每一個component呢 就是一個ak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在這裡 直接在這邊把它乘起來 然後把它寫起來 讓你可以更清楚看到 第二行跟第一行是一樣的 所以乘上去之後就是這裡就是 這邊就會變成 Ak加上bk 然後這裡對應的就是減掉u 就這邊可以插掉 然後這是aky2加上bk 減掉u2 到這個aky2加上bk減掉u2 然後這個的p棒 那我們知道說如果你有一個向量 有一個向量x 它的2norm的平方的話 你會怎麼算 你會把x1平方加上x2平方 假設它的x是25微的向量 然後一直加到x25的平方 就是這個東西 你再算一個向量的長度 就是把它每一個維度呢 平方之後加起來k根號 那因為這邊有平方了 所以你那k根號就省去了 那你知道這樣子的相等的話呢 這個才會跟這邊相等 你把很多平方把它加起來 所以會是把這個平方 加上這個平方 加上這個平方 通通加在一起之後呢 就會是這個寫法2norm平方 得到的結果 那會跟這邊一模一樣 那這樣就把那裡該寫成矩陣形式 然後如果我們再進一步呢 令這個 這個矩陣是跟y有關係的矩陣 跟你輸入的東西有關係的 那張灰階圖有關的矩陣叫pk的話 然後你想要去猜測的東西叫做uk tilt 那可以讓你的形式更簡化一點 變成這樣子 就是變成我們要改寫之後呢 原本的問題變這樣子 少掉了一層那個sum 原本有兩層的sum 現在變成只有一個 然後用這個矩陣跟這norm的形式來表示 那為什麼要這樣寫 是因為這樣寫有助於我們等一下 第二段的這個推道 那再來就是變成說 你看到這個東西的話 你接下來會怎麼做 你會用什麼方式去 再進一步的去解它 因為你最後還是要去解那些u 然後現在看到這樣的東西 然後其中還有一個akbk還沒解決 所以下一個步驟就是你把 跟akbk有關的地方把它拿出來看一下 上面這整個大問題裡面 括號裡面那個部分把它拿出來看 那跟akbk有關係的問題 你可以想成這樣子 現在如果說我已經選定了某個u的話 我猜了某個答案的時候 那我有沒有辦法把akbk調到最好的情況 使得這個整個j這個cost是越小越好 那這是我們要 中間這邊要解的這個小問題這樣 它這邊列這個subproblem 就是我們要先把akbk解出來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 minimize qk這個式子 那你如果對線性代數很 有一點印象 就是以前教過東西有印象的話 你應該會看到是這樣的形式的東西 其實是有一些很簡單的解決方法 它的解答會是很簡單 就是現在的問題是什麼 是你要解的是akbk 在你知道的p跟u的情況下 假設u固定的時候 然後p裡面跟y有關係 所以y本來就是給定的 所以如果p跟u是知道的時候 我想要去解除最好的akbk 使得q可以越小越好 那它的解答就會是 會是這個形式 有印象嗎 就是底下那一個 最底下那一段字 它其實是this square solution 為什麼會是這樣子 這裡插掉 就大家應該有一點印象就是 有一種問題是這樣 這邊點了一些點 然後你要找到一條直線 可以盡量通過那些點 那這直線當然就可以去調整它的 傾斜的角度跟它平移的量 那你想要什麼 想要達到什麼效果 想要達到每一個原本的輸入的點 到這條直線的這些距離的平方總和 要越小越好 那這個問題其實就是這樣的問題 現在是什麼 現在它其實相當於是 這裡是p或是y p這邊是u 然後akbk就是去控制這條線的長相 那這邊每一個點就是一個p跟u的對應關係 p是包含y如果還有 還有印象的話 p是由y組成的 由那些灰階的像素組成的東西 那所以或許這邊寫y會更清楚一點 所以你有每一個yi的值 對應到它的ui的值 那因為這樣的對應關係沒有那麼好的 就是當你有25個點 可是你只有akbk兩個參數要去控制的時候 那兩個參數只能去控制這條線在哪裡 那它就不可能這麼好 就是把每一個點都通過 除非你是一個可以彎曲的線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限定它就是這條直線了 所以你只能做盡量做讓它上下去調整 然後稍微傾斜一下 使得大家到它的距離呢 這個平方都是垂直 不是垂直距離 應該說直線的這樣上下的距離 是平方合是越小越好 那這就是以前我們先進代數 或是微積分學過的問題 最小平方的問題 那它的解答就會是長成這樣子 所以最好的akbk是可以直接寫出來的 你不用再去用一些迭代的最佳化方式 去把它一步一步算出來 它可以直接寫出它的數學形式 寫出它的數學式 所以最好的akbk就是 就是這邊底下裡面寫的 它是pk的transpose 成這樣pk 然後再inversepk transposeu uktl就是把所有的u收集起來 把k裡面的u收集起來的一個向量 前面這邊 右下角那個式 那為什麼這樣子就可以了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 應該記得這個好像有個 有個名稱對不對 這一團東西有個名稱 叫做什麼 通常會叫做這個sulo inverse 因為它原本的東西 原本p 為什麼你不能直接這樣子 就是pk ab對不對 akbk 然後等於u 這樣 當然這邊沒有辦法等 因為它是盡量讓每個式子近似 對不對 所以我們才會把它變成減過去 然後把它平方 那這個pk是一個25乘上1的一個 25乘上2的矩震 在我們這個例子裡面 pk是一個25乘上2的矩震 所以它沒有辦法算inverse 你要方正才可以對不對 它一個長方形的矩震 你不能算它的反矩震 可是當我們把它自己 跟它自己的transpose相乘的時候 pktranspose乘上pk 會變成是幾乘幾的矩震 它自己是25乘上2 所以它的反矩震是2乘上25 所以2乘上25 跟一個25乘上2 一乘之後 變成一個2乘2的矩震 那這2乘2的矩震它是有反矩震 所以這個inverse是可以算出來的 然後a跟b又是一個 就是兩個數值而已 ak跟bk兩個數值而已 就是整個最後乘出來的東西 就是一個 兩個值的這個向量ab這樣子 就是這裡是2乘2 然後這邊是2乘上 所以這邊是2乘2對不對 它的inverse之後是2乘2 或者把它寫得更仔細一點 它是2乘上25 然後這邊是乘上25乘上2 然後u的話是25乘上1 所以最後的結果就會是一個2乘1的向量 然後它的值就會是a跟b 所以我們知道說 是有辦法直接寫出它的公式 就是你知道說ak跟bk最好就是這樣子 然後當你u固定的時候呢 ak跟bk是可以直接算出來的 所以對於這subproblem呢 我們回到上面來看的話就是 其實這個min akbk這件事情是可以做到的 當我隨便挑選了一個u之後呢 在那個情況下的akbk是可以直接寫出來 它的形式該長什麼樣子 它的形式就是要寫成底下那樣 那我們既然知道它是這樣的話 我們就把它帶回去嘛 使得整個式子裡面完全不要有akbk存在 把它帶回原來的這個式子 所以這裡面就沒有 帶進去之後就沒有akbk了 然後那個min就可以去掉 因為你已經替它找到最好的 所以ak star跟bk star就是最好的ak跟bk 那帶回來這邊就有點瑣碎 但是只要你有耐心一步一步去算的話 就可以算出來 這部分就沒有什麼 只要細心就好了 不需要知道什麼額外的東西 你會做這個矩陣的相乘 然後一步一步去算去消掉就可以 所以我們這邊做的事情 只把akbk用上面那個 剛剛算出來的答案把它帶進來 最好的akbk把它帶進來 帶進來之後呢 一步一步的推導就會變成是 這樣子下來 然後把平方展開來 所以這邊要用到的兩樣東西就是寫在這裡 ab的transport等於btransport成長atransport 這個又是線性代數 那應該還有印象 這比較簡單的東西 所以你在推導的過程之後你要知道這個 你如果把兩個相乘的矩陣轉置的話呢 它其實是先轉置在相乘 然後另外就是剛剛已經寫過了 你用某一個向量的to norm的話 它其實可以用相乘的形式來寫 用內積的形式來寫 你把自己轉置再跟自己乘上去 這樣就是算出那個它的長度的平方 to norm的平方 然後畫減一下就是耐心的畫減一下 不要寫錯你就可以導出最後的結果像這樣子 i減掉一串東西 那i是什麼 i就是單位矩陣 那i的維度是多少 i的大小是多少 i的大小是多少 你從那pk應該可以看出來對不對 i的大小是多大 25乘25 因為pk是一個25乘上2 那中間那一團是2乘2 所以25乘上2 然後2乘2 再一個2乘上25 最後後面這團東西呢 應該是一個25乘2 那前面這個i也是一樣 然後跟它一樣大小的東西 所以最後得到的是一個 q的這個形式是一個25乘25的 一個矩陣的形式 那這一團這邊底下寫的是這個 這個括號裡面的東西 所以前面還有uk跟 uk transpose跟uk 然後這樣的結果的話就變成什麼 就變成q當然是最後一個值 因為我們要去最佳化的 都是把一個值最佳化 所以是uk是一個25乘上1的向量 然後轉字的話就變1乘上25 中間乘上25乘25 然後最右邊這裡的uk是25乘上1 所以最後出來的就是一個值 這樣 然後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目標一樣就是我能夠把u呢 現在已經把ak都去掉了 所以我們現在變成是把u調到最好的話 使得這個q這個值要越小越好 然後我們會發現說其實 最後的簡化到後來呢 會變成中間有一個 一團東西 那團東西呢 你如果把它定成l的話 我們現在要看一下說 到底那個 中間那個矩陣l 有什麼樣的性質 這裡有問題 這邊也是一樣做一些簡化而已 把這裡展開來之後呢 最後可以簡化成這樣子 然後把中間那個東西呢 括號裡面的東西定成l 所以定成lk 那lk現在的size就是 它的大小就是25乘25 我剛剛說過它的 這uktiltransport乘上lk 乘上uk 就是1乘上25 然後25乘25 25乘1 所以我得到一個值 這個值就是我們要去 讓它越小越好 要去最佳化的東西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去看一下 這l到底是長成什麼樣子 然後在它的論文裡面 也有討論一下 就是l其實可以 把它設計成各種不同的形式 只要它有類似的性質就可以了 那這個細節的話呢 我想一個是你們回去可以看 然後還有一個是 因為這次這個 今天的時間比較短 所以我本來就預期說 不可能把它詳細的推到過 推到完 那但是呢 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最後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形式 然後下一次的話 我們再回來看說 這個為什麼去解 怎麼去解讀這樣的形式 它化解到最後會是像這樣子 它的中間的lk會是這種形式 它其實在衡量 就是這個lk這個矩陣呢 其中的i跟j這兩個位置 就是lij這位置 因為到時候呢 第i一個row 第j一個column 到時候會乘上 uk的對應的ui跟uj 所以我們有興趣的是說 到底它在描述兩個像素 它的顏色u的值呢 因為我們現在要填上 這個每一個u的值到底多少 所以對ui這個值呢 跟uj這個值呢 它們之間的觀念是什麼 然後透過這樣的推導你會發現說 它其實要靠這個方式來 靠這個形式來衡量它們的關聯 那μk的話是 在那個5乘5的局部區塊裡面呢 所有的東西的平均亮度 然後yi當然就是i那個像素的亮度 然後yj的話就是j那個像素的亮度 然後它會拿它們的值呢 跟平均亮度相減 這裡 那相減的結果你會發現 它如果兩個 i跟j兩個像素呢 它的亮度都是比平均值高 或者比平均值低的話 這邊相乘出來的值會是一個正的值 如果一個人高一個低的話 它會是負的值 所以它透過這個方式去衡量 兩個像素的相似程度 那是以平均值來當作標準來量 那另外呢它會去做一些調整 就是看它的sigma k平方式 它在那個5乘5區塊內呢 它的亮度的變異是多少 就是如果你在那區塊裡面 大家的亮度都很一致的話 很平滑的區域的話 那個sigma k平方會是很小的值 那如果那個5乘5的範圍內呢 亮度變化就是高高低低這樣子 有亮有暗是一個很複雜的材質的話 那塊區域的內容很複雜的話 那sigma k平方就會很大 那當那種情況發生的時候呢 它這個式子比較容許 容許那個yi跟yj有不一樣的值 因為它會把它 因為放在分母 分母如果很大的話 可以把這整個效應把它縮小一點 那如果是在大家都很平坦的地方的話 你只要有一點點差異 它就會把它放大來看 所以這個是分母的地方 有一個可以調整這個 權重的機制在這邊 所以它其實就靠5乘5的範圍內的 平均值跟這個變異量 來決定說你怎麼衡量 其中的任意兩個像素它的亮度 應該要用什麼樣的權重去描述它們的關係 這兩個像素要是相似的或是不相似 就可以靠這個來衡量 那因為這邊有這樣的性質呢 所以實際上它的最後的 在寫程式的時候呢 可以在這邊做一些手腳 它可以不見得要用這樣的形式 只要能夠滿足這樣的意義就好了 就這邊其實有在描述兩個像素 該有多相似這件事情 就是它們的亮度有多相似 如果這兩個像素它的亮度相似的話呢 這邊要填某個值 如果是亮度不相似的話 填另外一種值 那這個可以有很多形式 所以這邊是一種形式 那你可以用成另外一些形式 只要能夠描述兩個東西的相似度就可以 所以這是它可以替換的地方 那我們下次呢 會再把中間的過程再稍微講一下 所以最終它推倒了到最後它變成是一個這樣子的問題 把那些K也整理起來的話會變成這樣 那現在的L跟U呢就會是什麼 是整張影像 剛剛K只是一個局部的5乘5 然後你把所有的5乘5的小塊的範圍都疊在一起之後 就會變成是一個整張影像很長很長的向量 U是一個很長的向量 看你的影像裡面有多少像素它就多長 對不對 然後L的話呢就是 是一個跟你的像素一樣大的平方的矩震 所以如果你有 你是一張300乘300的圖的話 那U的話就會是9萬 然後L的話就會9萬乘9萬 然後這樣的東西你要怎麼解 那你會想像說好像不太可以 怎麼處理一個9萬乘9萬的一個矩震 L的矩震那麼大 那因為實際上它L的內容會是很悉數的 因為每一個點跟另外一個點 它只有被局部蓋到的那個範圍 它們會發生關係 只要它們不屬於UI跟UJ 它不屬於同一個5乘5範圍內的話 它們的係數就會是0 它L的裡面的值就會是0 所以實際上它是一個係數的矩震 所以你可以用係數的方式去儲存它 你不用真的去儲存9萬乘9萬的這麼多資訊 它只有很少量的資訊 然後所以這是一個其中一個優點 它是一個係數的矩震 然後再來就是說 比如說這樣的形式的問題 它有現成的工具去解它最佳化 它是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要解釋U對不對 然後U transpose LU 它是一個看起來像是平方的形式 就是我們平常說 quadratic programming的形式 因為它是你我們平常習慣解的 就比如說X平方 Y等於X平方這樣的式子 那只是現在變成矩震的表示法而已 那另外外加它有一個限制條件 就是它的那些constraint是什麼 是說某一些U呢 必須要等於你手畫的那些顏色 所以它有等式的這個限制條件 那以這種quadratic program 然後它的constraint是等式的constraint的話 限制條件的話 這個只要直接推導一下 你就可以得出那個很簡單的形式 那很簡單的形式又回到了線性系統的形式 所以最後它會變成這樣 我們先寫出最後的樣子 就可以下課 最後又回到這個東西 最後它會變成是 這個A呢其實是會有L組成的 然後以及一些另外的係數C好了 然後這邊是0 然後等於像是這樣子 這邊是0 然後這邊是UI 小UI 然後這裡就是我們要的U 大U 所以你手畫的那些限制條件會立在這邊 然後上面會是0 然後呢這些C呢會是這個 去挑選說到底哪些像素 它是有這些constraint 然後所以最後還是一個AX乃B的式子 那而且A呢是一個方正 所以最後在MateLab裡面呢 你要解其實一種解法就是這樣子寫 一個反斜線可以去幫你去解這個 這樣子的形式的線性的問題 那當然你要更快的方法的話 作者他也有提供一些 用一些數值方法去解 去解這樣的問題 可以速度會更快 那至少你知道說 變成最後這樣形式之後呢 其實它是可以有很穩定很快速的方式去解它 那這也是一個優勢就是 你要設計一個方法 它要效果好又要穩定 然後又要那個可以解得很快 那這篇論文提出來的方法 就是具備這樣的性質 那原因是因為它找到了一個 合適的假設 然後最後才可以得到這樣的結果 就是那個假設是適合那個問題的 所以一切就通通綁在一起這樣子 那為什麼那個假設是適合那個問題呢 你可以回來看一下 我們原本的圖如果是彩色的話 這些黃色衣服的地方 它其實相對的那個亮度也會有一些一致性 然後跨越邊界的這些才是會 需要特別處理的地方 所以它說的這個局部的這種線性的關係是合理的 那也使得最後得到的結果也看起來合理 那這是我們今天先介紹到這邊 然後還有其他細節的話再補上去 之後再補上去 然後可能禮拜四的時候呢 你可以實際上操作一下它這個程式碼給你看一下 看一下它每一段程式大概在做什麼事情 對應到我們這邊的推導 那這樣就會更了解 然後你們的寫作業的時候呢 也知道說要去改那個地方 所以我們今天上到這邊 我們下一個小時就看見 我們下一個小時就看見 在這邊 我們下一個小時就看見 我們下一個小時就看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